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幾個改善骨盆前傾的動作 那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少了一點點對骨盆的覺察 所以可能都沒有發現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型態是長什麼樣子 那所以我們在等一下接下來的這幾個動作裡面 會教大家去覺察一下你的骨盆正位 慢慢的讓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正中位就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那我們先找一下自己的坐骨位置 有沒有坐穩在地板上 先把自己的兩個手放在臀部下方 然後你就感覺一下你的手掌心好像坐在兩個骨頭上面 感覺一下這個硬硬的骨頭 這兩個骨頭就是我們的過骨 那我們要確認一下它有沒有坐在地板上 我們可以輕輕的將臀部的肉肉微微的往後撥一下 去感覺一下我們的兩個坐骨很穩定的坐著 我們再將雙手放上來到骨盆腔上面 穩定好之後我們就慢慢的吸氣 先讓你的骨盆微微的前傾 把你的腰椎跟胸椎頸椎都往上拉長 延伸眼睛可以看向天花板 好吐氣的時候再微微的讓骨盆後傾 捲一下尾骨肚肚子收胸口收眼睛來看向肚臍 好再慢慢的吸氣 先讓骨盆微微的前傾 一樣將你的腰椎胸椎頂邊打開來 慢慢再吐氣 捲動一下尾骨肚肚子內收胸口收 拱腰拱背肩膀放輕鬆來看向肚臍 好再一次吸氣的時候先回到中間 那我後面幾次的練習會用側邊的動作來給大家做展示 好你們可以轉向側邊或者是看著我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到側身之後呢 比較好去感受到骨盆前後傾 或者是你比較容易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差異 好手一樣輕輕放在骨盆上的區域 吸氣的時候我們一樣讓骨盆前傾 再讓你的腰椎鬆椎頸椎拉長 眼睛看向天花板 慢慢再吐氣轉動尾骨肚子收胸口收 再拱腰拱背的收回 最後再兩次慢慢吸延伸拉長 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骨盆腔前後的轉動 慢慢再吐氣肚子收一節節的收回來 盡量將你的胸椎也往後推出去多一點 再慢慢的深吸氣身體再待正待直 胸口持續拉長 好慢慢的也再吐氣收腹部一節節的收回來 盡量讓你的頸椎後側胸椎的地方都延伸 好慢慢再吸氣身體再待正待直 好當你待這個動作完成之後 感受完骨盆的前後傾 我們換一個腳步來試試看自己的位置 好將雙手掌心貼地板 跪坐起來到四足跪姿就好 好讓我們趴在地板上 腳趾頭踩著 雙手撐開來 腋下兩側盡量撐起來 所以肩膀沒有掉下來喔 將你的肩膀撐穩肚子也收 來到一個貓牛式的位置 吸氣的時候慢慢將你的臀部往後翹 腰椎胸椎的地方拉長 把身體前側都打開 再緩慢的吐氣捲動微骨肚子收 胸口收再慢慢收回來 眼睛看向肚臍 盡可能讓你的胸椎以及腰椎再往上推到最高 慢慢再一次的深吸氣 臀部往後翹 再一次讓你的腰椎胸椎 頸椎拉長打開 慢慢再吐氣捲 微骨肚子收胸口收 好 我們再來到最後一次的吸氣 臀部再往後延伸 走出去 感受一下你的腰、胸、頸椎的拉長 注意一下在這個地方 不是只有腰 我沒有怎麼掉下來 好,是腋下兩側撐好 胸口打開延伸 再慢慢吐氣 一節節的收回來 盡量去感受腋下兩側是持續被往上推高的 脖子放鬆 眼睛來看向肚臍或者是大腿 好,慢慢的再一個吸氣回來到中間 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 肚子身體的穩定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會換到躺姿的動作囉 先讓自己的雙腳踩穩在地板上 好,把你的臀部先放穩在地上 兩腳踩地板 上半身慢慢的往後 往下躺下來 好,先確認一下下自己的骨盆腔有白穩在地板上 雙手掌心再輕壓地板 肩膀試著擴開來貼穩在地上 注意一下自己的腰 到距離地板是有一定的弧度 如果你的腰部太空的話 這就是骨盆前傾的動作 所以我們把下腹部收回來一點點 但也保持你的下背部沒有完全的貼平 因為這一個角度是我們骨盆後起的動作 我們就讓骨盆回正就好 好,雙手掌心壓穩 雙腳腳後跟收進來靠近一下你的座骨 將兩腳踩穩,肩膀闊開來貼穩 慢慢吸氣的時候先讓身體穩定 在下一次吐氣的時候 試試看讓你的膝蓋往前送 啟動一下大腿後側及臀部的肌肉 慢慢將你的臀部推起來走到喬式的位置 在這裡感受一下下你的呼吸 也注意一下下你的雙腳膝蓋不要往外打開來 保持微微的向內收 讓你的膝蓋朝向前方 再兩個吸吐 好,慢慢吐氣的時候 我們再輕輕的讓你的胸椎、腰椎、尾椎 一節節的放回到地板上 好,再一次喔 保持雙腳再踩穩 讓你的雙膝以及腳踝的地方保持通寬 手掌心壓穩肩膀破開來吸氣先預備 吐氣的時候再讓你的臀部一節一節的推起來 離開地板再到喬式 停留在這裡感受一下大腿的後側、大腿的內側 以及臀部的地方向中間集中收緊 在這個位置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骨盆腔的地方 以及你的齒骨 這三個點是保持一個平行地板的位置 好,慢慢再吐氣 讓你輕輕的解開下來 雙腳先往前伸直 來到一個單腿抱息式 我們先將你的右腳收靠近胸口 兩個手抱住你的右腳小腿 在這個地方 試著將右腳的大腿壓靠近腹部及胸口 注意一下自己的肩膀沒有因為要抱著腳而飛起來喔 把你的肩膀貼回地板 手抱住你的小腿 吸氣的時候維持穩定 慢慢吐氣的時候將右腿再壓靠近胸口 再一次的吸氣 慢慢再吐氣手靠近胸口 最後一個深吸氣 在這裡可以感受一下下你的腹部會因為翻側的地方被壓靠近胸口 而你的腹部會有點變化 而你的腹部會有點變化 形狀可能會不太一樣 好,右腿完成之後 我們再輕輕的將右腳踩回來 把你的右腿往前延伸 換你的左腳膝蓋彎 雙手抱住左腳的小腿 好,一樣在吐氣的時候 將大腿壓靠近胸口 慢慢再吸 讓你的氣充滿整個腹部 在吐氣的時候再一次壓靠近胸口 感受一下髖關節的這個地方會有點酸酸緊緊的 再一次的吸 慢慢再吐氣 最後一次的吸氣 緩緩的再把氣都吐掉,肚乾淨 好,穩定之後我們再解開手臂你的腳 雙腳都先往前伸直 我們接著做雙腿的動作 好,把你的兩個腳先踩在地板上 抬起你的雙腳,雙手抱住小腿 好,那我們稱這個動作為吸爆胸式 好,試著慢慢吐氣的時候 把雙腳的大腿收靠近胸口 以及你的下腹 但注意不要因為腿要收靠近 沒有把屁股飛起來太多 所以我們把臀部壓回去 保持你的下背部是貼滿在地板上的 吐氣的時候再讓大腿收靠近就好 一樣注意肩甲骨是穩定的在地板上 停留在這裡,慢慢的深吸 感受腹部的障大過開 吐氣再讓腹部向你收 讓大腿再收靠近肚子及胸口 慢慢的再吸 緩緩的再吐 如果在這個動作上做到滿深層的話 很有可能會感覺想放屁,想抬氣 那這都是正常的現象 好,當你穩定好之後 我們再將雙手解開 兩腳才會來到地板上 讓自己的身體慢慢的倒到側邊就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練習就會到這裡結束 但是你也別忘了 這些很簡單的動作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在等公車的時候 或者是坐在辦公桌上椅子的時候 甚至是躺著在看電視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適合練習的時刻喔 好,那如果你在平常有做練習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心得讓我們知道 那也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